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到处生命冷暖 6月25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1941年 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 在北面的夜以继日的轰炸英国 在东面入侵苏联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 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演讲之后 他心里非常清楚 要战胜纳粹德国 光这四眼不行 还得有一样 那就是美国参战 否则的血流完了 英国人也就只剩下泪水了 丘吉尔他十几次指点罗斯福 你们得参战呐 说不通 还飞往华盛顿 总统先生 英国完了 欧洲就彻底完了 我就只能带着流亡政府来你美国了 哦 如果那一天到了 也许美国人民会同意参战 罗斯福很无奈呀 美国人你看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痛 战争结束后没多长时间 美国国会就解散了主要的陆军 他不想介入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麻烦 相反 可能这麻烦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好事 因为华尔街可以借钱给有麻烦的人获取暴力 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了犹太资本家 尽管他们的族群在欧洲被纳粹掠夺杀戮 前不久 德国人还跑美国来做宣传 纳粹好 解决全民就业 经济繁荣 华沙沦陷、阿姆斯特丹沦陷 巴黎沦陷 这些新闻头条在美国人的早餐桌上 跟那个枫叶糖浆做的waffle饼一样 不让人惊奇 于是美国的大企业继续跟德国人做生意 跟英国人做生意 德国人在华尔街的金钱支持下生产炸弹扔在伦敦 英国王室成员都参加去救火去了 1941年巴拉罗沙计划执行了 德国三路集团军群全线进攻苏联 65万苏军被俘 德军占领了斯莫林斯克 距离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不到400公里 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都陷入了绝望 人们想啊 这希特勒在红场阅兵估计就是年底的事 丘吉尔再次坐不住了 你必须明白弗兰克 苏联完了 英国人迟早得完 这可能朋友们不知道啊 丘吉尔跟罗斯福还是远房亲戚呢 就在美国最早的五月花号上有102名英国勤教徒吧 这当中有一个叫库克的 库克有两个女儿 一个呢 是罗斯福总统母亲的奶奶 另一个呢就是丘吉尔首相的母亲的奶奶 但是这门出了五福的亲戚关系 他不能够呼唤罗斯福了 是什么能呼唤他呢 五月花号的精神 那份不同于欧洲的自治精神的背后 对世俗政治管理的最高依据 是什么 基督精神 所以丘吉尔也不叫总统先生了 就直呼他的名字了 弗兰克 英国完了 世界就是大西洋为界 法西斯一半 美利坚一半 那边中国沦陷 日本德国结盟 一个从太平洋过来 一个从大西洋过来 东西两侧夹击美国 这就是基督世界的末日了 罗斯福沉默了一会儿 对丘吉尔说 美国人现在还是很反战 我现在说对德宣战 说不通 拿不到时候 不过我可以在道义上支持你 丘吉尔说 这道义上支持行嘛 道义就支持 道义支持 那咱们就做点啥吧 于是罗斯福总统出门会见丘吉尔 不过他得绕开国内的反对声音说 我要到大西洋去出海钓鱼去 坐上了美国奥古斯塔重巡洋舰 来到了加拿大东部的阿根提亚军港 丘吉尔乘坐的英国威尔士青王号战略舰在此等候多时 丘吉尔来到奥古斯塔号上 见到罗斯福意味深长的说 总算等到了 罗斯福说 欢迎您登船 那潜台词就是我们终于在一条船上了 在舰上 英美两国共同发表了大祥宪宪章 虽然叫宪章 它不是条约 它更像一个宣言 美国联合亡国不寻求领土收益 领土的调整必须符合人民的意愿 所有人都有自觉权 这是前三条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三条对于二战结束后历史遗留的殖民地问题 民族自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包括什么 包括香港 我们都知道英国是老牌殖民地国家 美国跟他写下这个宪章 意思就是说英国呀 你已经没有能力 二战结束后继续管理你的海外领地了 该放就放 让世界进入一个真正自觉的 能够自由贸易的时代 后面的一些条款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补充了 打破贸易壁垒了 追求海洋权益了 还有一条是什么 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这个关系 被征服者在获得平等条件下也能够进入市场 这一条是什么 就是一战德国人的教学得来的 福尔赛条约把德国逼得那么急 你看 逼得他又发动战争了 是不是 以后就是打赢了 也不能太苛刻那些输掉的国家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全球经济合作、社会福利的进步这剩下几条 还参与者呢 将为一个没有匮乏、没有恐惧的事件而努力 这就体现着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文明秩序的开始建立了 大西洋宪章让人相信 美国不久就会参战了 这给了大家一份信心 但是你说光宏图大运就行了吗 两位领袖离开军舰之后 后面有人在办事 什么事呢 就在大强宪章议定的船上 两位领袖谈到了一个词 谍报合作 他们下船了 有人留在船上 决定签署了一个美英通信情报协议 这个协议原来还仅仅集中在电报通信这个领域 很快这个情报合作领域扩展了 后来在二战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在北非登陆 西西里登陆 诺曼底登陆这些重大战役上 英美两国的谍报部门紧密合作 取得了重大关键的胜利 后来这仗打完了 二战结束了 冷战接踵而至 英国方面就提议了说 咱们继续扩大这个情报合作协议吧 由于美国在战后 建立了西方的领导地位 英国一看 还有一点难说服美国了 于是就把原来自己的海外领地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了进来 你看都是安格勒萨克逊民族为主的国家嘛 都说英语 信得过 当然更关键的是什么 美国的全球战略 需要英国来 在世界各地的那些老班底 原来是老牌殖民地国家 有它的老班底来帮助 于是1946年 叫做YOKUSA协议 签订了五眼联盟 这个当代社会最神秘的组织 开始运作 管理很细的 有的时候情报共享 有的时候就只限于两个国家之间 比如说 一份加拿大人才能阅读的这个情报上会盖上 绝密仅限于加拿大眼睛 红色的印出 要是都能阅读呢 你猜对了 绝密五个国家的眼睛 这么一来二去呢 就叫做五眼联盟了 而不是原来那个名字 五个国家的情报联盟 YOKUSA了 就叫五眼联盟了 在这个联盟当中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 咱们知道美国技术最先进 又最有钱 英国呢 老牌的情报工作领导者 他弄策划个阴谋啊 很拿手 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资源 找谁找谁 他有这个资源 澳大利亚对亚洲有优势 那么加拿大新西兰人呢 他不像美国人、英国人那么招摇过市 他可以避开审查 别人不太容易注意他 由于这个组织高度机密和组织能力 就连自己的政府的绝大多数成员 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澳大利亚总理到了1973年才知道这个五眼联盟的存在 到了2005年才公开的 2010年的6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 五眼联盟的协议全文由英国和美国公开发布 长达企业的YOKUSA协议被时代杂志认定为冷战最重要的文件 这个时候世界才开始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他们长达70多年的行动依然是个谜 目前我们通过公开的资料和一些泄密资料 比如说斯诺登泄露出来的情报来看 五眼联盟至少主导了对下列著名人物的长期监视和监听 听说过朱贝林吧 著名的孝星 隐星 朱贝林 他在好莱坞的时候是个著名的亲近共产主义者 五眼联盟就给他盯上了 确认他是苏联的秘密共产党员 曼德拉 南非著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家 虽然他一直小心翼翼的跟共产主义运动 保持距离 但是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一直在研读毛泽东的驻嘱 开展什么秘密破坏 在非暴力旗帜下的极端暴力行动 这五眼联盟也给他盯得死死 所以后来为什么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 就特别反对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就是得到这个情报 后来事实证明是什么 出狱之后获得南非最高权力的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 果然开展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南非经济后来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还有谁呢 好莱坞著名演员 简方达还有披头式的这个歌星列农 甚至英国王妃戴安娜都被监挺过 人们发现五眼联盟还有一个叫做特等舱计划 能坐上特等舱的你想吧 肯定不是一般人嘛 是最高级别的监控 那么这个监控对象包括谁呢 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排在第四位的是日本首相安倍 那咱们就不知道排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谁了 现在还没说出来呢 在冷战后期 中共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盟友中 狡猾的骑墙派 接受来自美国的妥协 来协助打击苏联 并因此得以生存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 再次在美国的帮助下进入了世贸组织 长达十多年的贸易不对等当中 中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好处 迅速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 也顺理成章的 成为全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价值最高的热点 成为了五眼联盟 睁开眼睛盯着的目标 中共开始取代苏联 成为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新版主 美国刺探中共的关键极格外 就是这个五眼联盟 2018年之前 五眼联盟内部似乎不是很团结 为什么呢 全球西方事件的左倾比较厉害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展示了他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之后 尽管当时表现出来的还仅仅是在贸易领域 与中共的一些争执 但是五眼联盟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些训练有素 早就掌握大量中共对外渗透扩张实际证据的情报官员 他们的行动更有效率 当时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华态度比较强硬 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对 跟这个中企的合作比较欢迎 这五国的态度整体准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2018年下半年的一场秘密会谈 2018年7月17号 五眼联盟成员国情报组织领导人 在加拿大的辛斯克社 举办了一次秘密的龙虾晚宴 除了加拿大海滨生产的新鲜大龙虾之外 五国情报总管不约而同的请出来了一个 晚宴中最大的龙虾 中国华为公司 他们分别在各国搜集的 华为的通讯设备硬件中下了手脚的证据 华为在海外的情报人员的活动的证据 还有他们的雄心勃勃的5G计划 拿出来了 要知道啊 二战时期英美两国就是从通讯领域开始的情报合作嘛 对不对 密电码呀 电话机 如今华为的5G 已经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市场开始架设5G的打台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五眼联盟的情报 以后都要在华为的通道上交换了 当天晚上 龙虾船上干兵给出了腾云家务的仙气 冒着仙气 爽脆的龙虾刺身 伴随着清脆的白葡萄酒杯的碰撞声 五国情报总管达成共识 但是中共是目前也是可见的未来最大的对西方世界 对人类的威胁 作为这个威胁在国际社会最大的操盘手和载体 是华为 必须将华为排除出5G的采购名单 于是龙虾晚宴三个月之后五眼联盟开始说服 一直想加入联盟的日本和德国说你们俩跟我们一起干 针对中共进行情报合作 在各自领域对各自政府发挥影响力 2018年底 华为开始感觉到了来自国际上的一股冷空气 2019年初 华为财务官孟晚舟被捕 波兰同时逮捕了华为的间谍 欧洲的电信公司开始放弃华为设备 到了2019年5月 美国正式封杀华为 以参与中共在国际上盗取知识产权 协助共产主义理念扩张 然后跑国内参与大规模迫害人权的这些科技巨头、科技公司 遭到了全面打击 以这个为标志 然后贸易战 唤醒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共邪恶的认识的意识形态战 同时开打 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全球扩张 新一轮的围堵战或者说新冷战开始了 五眼联盟在二战结束直到今天 在控制共产主义全球扩张打击恐怖主义的重大运作中 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 但是它就像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 同时对公民隐私乃至国家安全也有着极大的伤害 甚至为现代自由社会法治所不相容 然而 不能放弃它 为什么 面对极权政治更加残暴更加阴险的手段呢 五眼联盟不得不延续它们的高效率高科技资源 于是在普通的人们无法察觉的那些领域 维护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安全力 打个比方吧 这就像对付凶险致命而扩散性极强的癌症细胞一样 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国家极权主义 对自由世界渗透力非常大 从报纸从媒体到社会名流到科技公司到亿万富翁 他真的就像癌症一样 他释放出来的信息表明他就是一个 我是个健康的细胞 从而避免免疫机制对他的打击 那共产主义你想吧 你听他哪个口号 听起来你马上会站起来说他不对 会反对他呢 女权 环保 绿色和平 民族解放 共产大同 五眼联盟就像跟治疗这个癌症的化疗手术一样 他杀死一股 弄不好还刺激他扩散了 尽管随着科技手段发达 化疗也可以越来越精准 所谓有靶向治疗出来了 但是对人体的伤害依然是难以避免的 在美国国家安全信号情报主管2005年的指令草案中 就暴露出来了 这个机构制定什么 制定一种政策 未经另一国的允许 也可以对他自己伙伴 这个五眼合作伙伴之间进行间谍活动 互相监视 那你想 他实际上针对本国公民的行动 早就秘密展开了 当然 在五眼联盟各国呀 公民权力与国会都在与这个强大神秘的组织 进行着法治框架内的博弈 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 最终 不会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借口 而是每一个公民未来的安全的保障 历史上的今天 五眼联盟 这是与魔的战斗 提着剑 站着喝水 你必须是有大勇气警醒的神的精兵 你必须是有大勇气警醒的神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